今天我讲的内容是讲市场经济的法治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最近刚刚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世纪讲坛讲了这个问题 现在也就趁热打铁就这个问题再继续说明一下 我想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法治跟市场自由市场秩序的关系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吴敬连教授曾经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这本著作就叫做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因为吴敬连教授大家知道超好是无市场了 他在有一次讲话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 说市场经济也有好也有坏 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要有法治的经济 所以他把这个呼唤法治作为市场经济很核心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么市场经济下面怎么来划分呢 我想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可以说我们有公司的法治 我们也可以有证券的法治 我们也可以有票据的法治 我们可以完全按照一个法律的部门来划分 但是这样的划分呢 就是很杂碎无章了 如果我们真正从市场经济的内部规律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觉得呢 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一个市场自由的法治 和市场秩序的法治 我想为什么要这么来划分 因为市场的活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也就是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 所以市场自由应该说是它核心的内容的一部分 或者说它是动力的一部分 那么市场秩序呢是安全 如果我们没有安全的保障 在市场里面投资也好交易也好都没有安全的保证 那哪里来的市场呢 所以这市场显然是自由和秩序 这两个矛盾的结合点 所以这两个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扩而言之来说 一个社会也是这样 我想一个社会 一个是社会成员的自由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成员的安全 这个呢是我们所强调的社会的法治的最核心的内容 我想我们国家现在的自由的情况也好 秩序也好 都是显现了它的不足 也就是说市场自由有它不足的部分 市场秩序也有它不足的部分 就和我们所讲的社会的自由和社会的秩序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社会的自由来看 可以说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自由 我们现在有很多欠缺 但是从我们国家的社会秩序来看 现在也仍然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能够提供公民一个安全的保障吗 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应该说我们在面临着我们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应当看到这两个方面 我们都是相当欠缺的 那么这个欠缺应该从我们国家的市场 它转变的过程来看 因为我们国家的市场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 那么可以说在计划经济年代的根本没有任何市场自由可言 我们的自由市场自由是完全从计划经济终止 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开始出现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市场自由开始是很原始状态的市场自由 或者说原始积累形态下的一个市场自由 我们记得开始我们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明显的看到了一个当时 如果我们把一批货物从假个地方运到一个地方去 当时就认为是投机倒把 我们当时很多治理了投机倒把甚至被处以刑罚的都是以这个理由 那哪有活药市场的可能呢 连活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都可以看作是 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一种办法 这个当然是绝对不行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呢 还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 或者说还并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市场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不久前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 有一次讨论会上大家就争论这个问题啊 美国这次发生的金融期货交易 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呢 原因是中国还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即使在证券市场刚刚实行的那种证券指数交易 我有一个博士生在证监会做法律部副主任了 现在升任了 他就讲了现在上面只是他做这样的一些的超前的一些项目 是慎之又慎 我们在法律上做了许许多多的限制的规定 许许多多的方面呢 要卖过这些关口才能够来进行这种股票指数的交易 也就是股票的期货交易 像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说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 在西方国家说来的话 还只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 有人说这是自行车的一个速度啊 这个时候的市场经济 还没有到了一些高速的汽车 高速铁路的这个时代 所以西方国家对于我们的市场的发育 除了一般的国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之外 美国和西欧国家都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果我们从市场秩序的角度来看的话 一般人可以认为市场秩序在我们应该是好多了吧 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下面是很有秩序的 那么我们在进入了市场之后 那自然而然会把市场经济的 那个之前的那个计划经济的秩序 可以搬到市场经济下面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 我们的计划经济下面的那个秩序 和我们市场这个经济下面的秩序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我们随便举例子来说 最近报纸上暴露了一个新闻 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有19家上市的企业 被美国停牌或者被摘牌了 这是个很大的刺激 我们上市的没有多少家 但是其中有19家是严重的违规 那么美国进行了市场的调查 最后发现这些企业 19家企业上市都是依靠了虚伪的假账 做了假账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包装上市 其实在中国包装上市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不用说在美国上市 在中国自己的市场上市 哪一个没有经过包装 经过包装之后 把亏损的变了 把盈利的部分留下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了上市的水平 但是在中国你搞了这些包装上市 可以欺骗 但是你到了美国出现了这个情况 人家一查查出来 你的会计事务所居然帮着你的上市公司 做这些假账 那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就想到朱镕基同志 在给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里面 明确提出了这不做假账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普遍的现象 也可以说搞法律的人 如果搞一些违法的事情 如果学会计的人是学的是搞假账 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怎么来发展呢 所以朱镕基同志把这看作是致命的问题 当作一个校训写进去 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情况 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如果说拿我们国家的其他的方面的七大的情况来看 也是很严重 我们中国的产品的质量 我们的产品里面的假药 食品里面的各种的问题 就比比皆是 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市场 已经形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我曾经在中小企业协会呢 有一次听了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的讲话 他说啊 据联合国的调查呀 中国的市场的发展的速度啊 在世界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中国市场的混乱 在世界上排名也是惊人的 他说在联合国的市场秩序里面排名 中国大概排在第120位左右 这就形成一个很巨大的反差呀 在世界上我们的发展速度排了很前头 但是我们的市场的信誉却是很长 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争论 中国的高铁这个技术 是不是抄日本的或者引用日本的 我们是否认 但是日本坚持这样认为 过去认为词宣服 我们是用了德国的 反正中国人也很聪明 中国确实看了一个什么技术 拆不拆不就把它学会了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讲了自理更生 让我们参观一个什么场啊 塑料拉链场 就在北京重温门里面一个小胡同 当时认为是自理更生 因为外国封锁啊 技术我们不懂啊 当时到那参观什么 工人就讲这个问题 我们就买了一个外国进口的塑料拉链 我们反复研究 最后我们把它研究成功了 那你说这个东西 人家如果有专利的申请 虽然你没有看到的专利申请 但是里面有没有侵占人家的技术成果的成分呢 这问题都可以很好来思考 我是浙江人 我们去温州的时候 日本有一个专家说 到了日本看到 日本上市的最好的打火机 仿造日本的 日本可能头两天参照日本市场出现 过了两天 温州的市场就出现了 那个打火机的仿造的精明 让日本专家自己都叹为观止 也可以说完全可以仿真 完全可以 以假来乱真 所以这个情况如果不把它引为重视的话 往往中国人自己还把它引以为骄傲 中国人很聪明 我们能够很好地模仿人家的一些东西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西方国家的情况怎么样呢 应该可以看到 和中国有一个很不同的发展的过程 首先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是主张是市场自由 亚当·史密斯的学说 就是一个市场自由 无形的手 所以在西方国家市场自由是早已有之的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秩序的问题 确实在这100年来逐渐逐渐发展变化 重视起来的 我们知道最早 当然是1890年美国的克莱曼法 反垄断 然后在30年代制定了蓝天法 那时候证券交易的出现的问题 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出现了 市场一天之内证券市场崩溃了 所以制定了蓝天法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十年前大家看到了 美国的经济危机 从公司出现的 公司管理层 当时通过了Sox法案 Sarabina Oxley 我们的方流方老师还为这个 专门写了一个文章 说美国的公司严打法案 这个公司 这个法案对于公司高管人员 做了很多强制性的规定 美国每次发生了经济危机 它立即就在法律上做了反应 那我们最近的这一次 美国的金融危机 金融衍生产品危机 我们可以看出 照获的是美国的两家公司 房利媒房地媒 结果 这个祸害波及全世界 尤其像欧洲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美国倒是没有受很大的损失 美国不久前通过了一个 美国金融的整顿的一个法案 防止危机的法案 我们可以看出来 美国有一两个特点 第一个它的经济上市场上再生能力很强 所谓再生能力就是你即使碰到了一些挫折 碰到了一些危机 它自己内部产生的补救的机制能够很快 你像欧洲有些国家 你像希腊呀 你像冰岛啊 你像葡萄牙呀 现在我们出现的经济危机多严重啊 它的再生能力很长 另外美国是一个重要的法治国家 所以在这一点上 美国利用法治来完善市场经济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想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重视法治的环境 我们随时都有一个法治的补救 把经济危机出现的问题 用法治的手段来把它弥补这个空白 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一个很强的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前景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特别讲到了我们所讲到市场 自由和市场秩序的法律的重要性 也可以说是作为我们市场经济的两个互补吧 光有一个自由没有秩序不行 光有秩序没有自由也不行 那么第二个我想谈一谈呢 市场法治的手段 市场法治的手段 应该说 有三个 一个是民法的手段 一个是商法的手段 一个是经济法的手段 我们的学院叫民商经济法学院 也就把这三个方面都概括在内了 那么首先讲一讲民法的手段 其实民法从2000年以前开始啊 民法的手段就是调整市场经济的综合的手段 它不仅仅是调整市场自由 也包含了市场秩序 我们知道民法里面 最早的 有一句名言 就是让买者小心 市场买卖是市场经济里最核心的问题 是吧 那么市场买卖里面 如果碰院买了一道一个是假货怎么办 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那么最初的原则就是让买者小心 买者你自己小心呢 你不小心上当了 那当然你自己吃亏了 但是这个原则 后来到了英国 在英国 就把这个原则给改变了 这个原则改变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卖者要自己承担责任 你如果明明知道这是假冒伪劣的产品 你把它卖给了消费者 那么你应该来承担责任 把买者应该自己小心变成了卖者应该来承担责任 这就是发生一个理念上的重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学习德国民法典的时候 德国合同法里面有一个帝王条款 这个帝王条款就是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作为我们民法里面的交易制度里面的最高的原则 帝王条款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民法制度里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而且民法的里面把这些道德性的条款上升为法律性的条款 它的意图所在 但是只是在这些把道德条款上升为法律条款的它的作用 或者说它是一个很原则性的规定 所以我也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可以说民法主要是解决了市场自由的问题 但是它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涉及到市场秩序的法律规则 或者法律的原则 这就是民法的作用 因为民法基本上还有一个司法范围 是吧 司法还是一丝自制嘛 是吧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第二个阶段也好 第二个手段也好 就是商法了 是吧 因为民法发展到了中世纪 到了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商法越来越重要 是吧 在欧洲国家的一些商业的城市也出现了 那么这些商法也发展了很迅速 那么在商法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就是商法里面既规定了有民事自由的 市场自由的规则 同时也规定了市场秩序的规则 或者说这二者并重了 不仅二者并重 有的商势的规则呀 还甚至把市场秩序放走了重点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公司法也好 我们讲的票据法也好 这些都是民事自由啊 是主要的 市场自由是主要的 你规定了股东的权利 股东有哪些权限 这都是规定了市场自由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法里面 现在越来越多的 防止那些操纵啊 控制啊 关联企业啊 是吧 垄断控制 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了 票据也是这样 票据本来是一个票据法规定了 票据的当事人数 各方的权利 是吧 但是现在规定了票据里面的一些作假 票据里面一些欺诈的现象也很明显 尤其突出的是证券法 是吧 我们这个证券法的规定的含义 它是规定了保障投资人的自由的法律 但是在证券法里面我们看看反对内部交易啊 反对这种操纵行为啊等等啊 规定的都非常突出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证券法究竟是属于什么领域呢 我在证券法颁布的当时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证券法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规范 行政的手段 当时有的报上给我讲了这个问题 我还有点心存疑惑 所以有一次见到台湾的著名的这个商法的专家 赖元和教授 我就请教他 我说赖教授 我说这个证券法更多是一个行政法的规范 你的看法怎么样 他说我同意啊 他说在台湾这个证券法没有写在商法里面 它是属在行政法里面 它属于行政规范的一些 我想这个就说明了呢 商法在不同程度上 不仅规定了商势自由的法律规范 而且越来越多的 至少在许多方面 它的内容是同等反映了它的重要性 不仅仅规定了商势自由 而且规定了商势秩序 在同一个法律里面 这是商法很大的一个特点 那么经济法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说很明显的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从美国 克雷曼这个法开始吧 反垄断法吧 开始吧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法律里面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你们要到美国那个了解 美国有没有经济法 那美国会跟你说我们没有经济法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 经济法最早也是在德国 但是德国人所说的这个经济法 就是市场秩序的法律 或者说这是一个专门制定的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律 而这个专门市场秩序的法律 特点就是以反思打头 反欺诈法 反倾销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垄断法 反什么海外贿赂法等等 都是以反思打头 anti来打头 这个anti是有很明显的一种市场秩序里面的 反对市场秩序欺诈行为的 或者垄断行为的这样的一些的办法 现在我们看到通过的反垄断法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说西方国家把反垄断法看作是经济领域中的宪法 这是个很正确的表述 也就是经济领域里面它具有宪法的作用 因为市场秩序不能够靠垄断来牟利 这些问题 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下 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去访问 这到德国有个凡塔特尔法 反卡特尔法就是反垄断法 当时思想是还想不通的 因为学了这么多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有一个重大的教导 是时刻寄心间的 那就是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 那么帝国主义既然是垄断资本主义 你怎么去反垄断呢 你应该保护垄断才对啊 然后以一种委婉的形式来问人家 人家听了之后啊 回答了也很客气 他说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呀 市场经济的什么是动力呀 竞争才是动力呀 没有竞争哪里来的市场啊 这和自然界优胜略胎一样啊 只有竞争 生物种者之间的竞争 优胜者才能存在 人类就是优胜者来存在 那些没有优胜的动物都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他说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是必须反垄断 任何垄断都是错误的 不光是我们的私人之间的垄断 或者你们国家的垄断 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这是个很清楚的信息啊 市场你发展了 你没有这个 如果我们不注意反垄断怎么行啊 本来民法里面两个企业合并 应该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你两个企业合并了之后 能够造成市场的垄断 那么现在坚决反对 必须要经过批准 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才能来完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的历史上 从自由经济的法律 逐步逐步过渡到了 通过多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 加长市场秩序的法律 而加长秩序的法律 现在几乎成了在西方国家 发展经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因为它市场自由的法律 已经很比较充分了 而真正缺乏的是市场秩序的法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为什么在这些年来 特别注意加长市场秩序的法律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最后第三个问题 我想讲一讲我们如何来完善 市场的法治 那么如果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民法本质说来是司法 虽然它里面有一些涉及到公法的规范 但是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司法范畴 而司法范畴的理念就是司法自治 是吧 那么这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来确定的 那么商法里面呢 已经是有点公法和司法的混合的这个模式了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还是基本上没有太脱离司法的范畴 它还是属于民商法的领域 但是我们看到经济法本身已经脱离了司法的范畴 它是用公法的手段来调整 原来属于司法领域内的自治行为 本来司法的领域就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 但是现在国家用强制力来解决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司法本质说来是一个自治 而公法本质说来是强制 这个自治和强制 这是我们在法律手段里面要注意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里面 也就是说在市场自由这个法治和市场秩序的一个法治 在这个两个领域里面 国家是应该更多的介入 这是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市场自由 国家是尽量少介入 涉及到资源分配 涉及到市场准入 这些问题国家尽量少干预 所以我们在行政许可法里面也特别讲到了这个问题 涉及到市场准入的时候 许可的时候 能够用市场自行解决的 尽量由市场自己解决 市场不太能够自己解决的 尽量由社会组织去解决 只有当市场和社会组织不能够解决的 国家才干预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是在这方面有点被其道而行之了 为什么 因为国家在市场的资源分配和市场准入方面利益太大 我们拿一个城市来说 现在大城市都是土地掌握在国家的资源 国家资源在国家手中 国家在排卖土地方面的收入 仍然是很高的 我们拿市场的电力来说 财经杂志现在特别讲了 今年的这个南方的电力的紧张 紧张到什么程度啊 许多地方是三天就要停一天电 有的是一礼拜要停两次电 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报纸登了 缓解电荒 水电项火电项目审批加快 到了现在已经是电荒了 发给委才决定要加快来审批火电的项目 原来有多少火电要求上啊 不能够上 等到现在电荒了 来加紧来审批 加紧审批等最后盖成了 可能那时候电已经多了又多了 所以这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调节 市场规律 那一种的来说 应该说是从市场规律自己来确定 哪些是急需上的 哪些不急需上的 而我们现在依然又要恢复到原来的 计划经济的年代 通过一个国家提改委 发展委 来决定啊 该不该上一个项目 一个省自己知道很缺点 但是你到发改委里去申请的时候 这只是一个处在那来批 一个处长完全可以掌握了一个批准的大权 当然最后还需要靠上面 这些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最近我看了一条消息 更迟我大吃一惊 这是法治日报的 哪天的新闻呢 6月23号一点都不远 题目讲了 浙江国有资本全面进军农贸市场 全面进军农贸市场 国有资本全面进军农贸市场 这个消息我确实大吃一惊 原来是觉得农贸市场这种东西早就放开了 完全可以私营经济私人资本去经营啊 他现在认为不行 因为私人经济里面的安全系数太差 私人的农贸市场里面的蔬菜也好等等 其他也好 可能有毒的东西或者假冒物的产品太多 只有国家的资本才能够保证它的质量的安全 这已经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了 过去我们说私营经济能够搞得更活 经营得更有效率 现在我们说国有资本才是最可靠的 如果要这么下去的话 我看我们将来又要走向恢复到国有经济了 又要全面取缔 限制了私营经济准入的范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行后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说 从现代的中国的市场经济里面的市场自由 如果我们不把国家的主导作用过大 把它改变过来 中国迟早又陷入到国家垄断的地步 不仅从一般的 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只是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方面的领域要来控制 而且包括像农贸市场我们都要来全面来控制的 一样走向这个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途径 那么我想对于市场秩序而言呢 也存在着问题 为什么市场秩序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国家不太关心呢 这也是利益所在 因为国家掌握的资源 国家掌握的市场准入 它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让国有经济 全民经济 在这些地方来占着主导的地位 来获取利益 那么相反 它对于市场秩序的法律 就有点模糊了 不关心了 为什么市场秩序的问题得罪人呢 你想想看市场秩序你要罚款 市场秩序你也可能要有人要判刑 你可能就得罪了许多人 所以市场管理的人员 抱着这么一种心理的状态 他显然不太愿意得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心理的状态上 我们的国家的机关的人员 趋利避害 这是它的本质的一种出发点 它是尽量能够在有利益的地方 它去发展 而在没有利益的地方 它来考虹 这个观点 这个思想动机 如果不解决的话 我们市场经济很难摆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还有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 完善国家对于市场自由 和市场秩序的调控的手段 为什么我讲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不仅是一个国家重视的问题 还有一个手段的选择的问题 我拿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 在七届人大当时讨论了一部法律叫 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法 到现在还生效了 当时就考虑 我们到底制定一部中国式的产品质量法呢 还是像美国一样制定一部产品责任法 这就存在着一个问题 产品质量法跟产品责任法 有什么区别 我想这主要的区别就在于 产品责任法是完全靠民事手段来解决 产品质量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产品不符合要求 造成了损失 国家不干预 那么由受害人自己搜集证据 向法院提起诉讼 或者向国家来反应 国家向其他国家来交涉 最突出的例子是 我们建议这次改革开放 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案子 美国叫做一个Fireworks 就是有一个烟花呀 是由中国制造的 写的是Made in China 那么 最后这个产品质量不太好 有一个美国的小女孩 点炮上的时候 那火花就把眼睛给弄瞎了 那么美国按照产品质量 因为这不涉及到人的 食物和药品的问题 所以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赔偿数量很大 几百万美元那时候 他当初提出来的诉讼 是向中国提起诉讼 被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船票交给了外交部 以外交手段来送的 当时我们的法院很为难 我们的外交部也很为难 这个到底应诉不应诉 很多人说不应诉 这个不无理取纳 怎么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你要不去应诉的话 他就会再次传票给你 如果你几次不到听 他就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完全是满足原告 那有的人说 你做了判决我也不理你 但是后来大家一讨论 这问题麻烦了 美国是三权分立 司法的审判完了之后 行政也不能干预 法院做了判决 他就要执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中国的所有的飞机轮船 到美国去的都是国家的 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的中国的 属于国家的财产扣留 来执行这个案件 所以这问题 当时考虑去 后果确实也是比较严重 这个问题后来就影响到 我们要建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了 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国有企业 所以它所造成的损害 都由国家来承担 有了一个法人制度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法律 所以这个案子对中国是费了很大的劲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中国的产品指令法是什么东西 中国的产品指令法更多的是行政的管理 而有了行政的管理 那就要有技术监督局啊 什么工商管理局啊 来监督它的质量 美国是只有食品和药品应该严格管理 也要ADR 是吧 所有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 按这个来解决 但是中国现在变成了 你不论什么产品的假冒伪劣 烟卷要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的话 假烟的话 也有工商管理部门 也有技术监督部门去 查封你这些财的 这些情况你要花多大的力气啊 所以1994年的时候 我到美国去讲学的时候 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美国人抱怨中国 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特别侵犯美国的著作权 我们的侵犯美国的软件啊 盗版啊太多 所以美国记者就 美国的这个律师 就老问这个问题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说了几句话 我说中国的知识产权啊 刚刚通过才为四五年 不像美国 不像英国 那个安纳法令已经是通过有几百年了 我们这个是没有那么长 另外我说中国也没有通过著作权法以后 也没有来得及从中央到地方啊 建立一整套执法机构 我想用这个办法能够堂塞个可能差不多吧 没想到美国的律师吓一大跳 他说要照这样的话 中国的政府得多大的政府了 你们每通过一部法律 就有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法机构 那中国政府太庞大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问了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 执法机构这么庞大 你怎么能够来管好呢 你怎么能够真正动员起 启发起受害人的积极性呢 受害人可以完全寄托政府帮你去查 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所以我就问美国的你们美国政府怎么办呢 他就讲 那涉及到食品药品 那绝对要管 那要严格的一个审查 其他东西 不管了 你如果认为受害人 认为中国政府盗版了 那你升级政府 告诉政府 政府给你去接洽 你如果认为确实可以诉讼 你可以提起诉讼 美国是以高额的诉讼赔偿 来救济受害人的权利 这条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们也有必要来完善我们现在的 执法的机制 能够使得我们的执法 不应当通过这么多的行政机构的人员 编制经费 花在这方面 而能够更多的 更有效率的动员受害人自己 为保障自己的权利 而斗争这个需要 我今天主要就讲这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市场法制 跟自由秩序的关系 第二个市场法制 到底有哪些手段 第三我们现在如何来完善 如何来做得更好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 谢谢 感谢